主席 縣長 秘書長 還有委會的各位主管管 還有本會同仁大家 下午好 請教一下我們縣長 有關於我們縣府新建大樓 有沒有可能改變位置 有可能還是不可能 點頭還是搖頭 請主席 請縣長做答覆 好 請縣長做答覆 謝謝爾詹議員 不是有沒有可能 如果這是 我認為這是一個最後的機會 因為那麼大的經費 目前大概我們爭取到12月 如果再改變的話 就要一切歸零 都要以前的計畫 因為都不一樣 都要重新做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機會不大 最好是不要去變更它 縣長 這個說法 我兩三年前也聽了 當時我們行政處把相關規劃的經費 讓我們審查的時候 我當時為什麼把它擱置下來 我就是希望說大家能夠冷靜的思考一下 這個地方是不是適當 我想所有的這個重大的建設 應該是要有一個長遠的規劃 跟周邊的效應 臺灣所有的這個縣市政府的遷移 都會形成一個另外一個區域的開發 跟整個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是我覺得很可惜 但是你現在又講說當然 當時是因為為了也是為了經費的關係 中央的經費 我們這個議員真的也很無奈 每一個中央經費來 我們就說要希望說它能夠做一些改變 大概我們縣政府都會講說這個中央的預算 沒有辦法變動 所以這個這個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縣長這個您應該上來一年 我需要說未來 如果有什麼重大的建設 真的需要經過思考 對於整個我們馬祖整個發展來說的話 是不是有利的 我們今天我個人認為 我們選擇一個最不適當的地方 擔作我們縣府大陸 真的很可惜 縣長那天說 有說我們周邊的道路規劃 其實你想想看 我想縣長在風狂處也待過 在我們縣政府也經歷過這麼久的時間 那個地方道路怎麼開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們怎麼想 道路怎麼開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說明 道路怎麼銜接 怎麼利用 怎麼樣把周邊這個道路可以拓寬 因為那個地方很擁擠的 現有的道路都很狹窄 而且又面臨到周邊很多的建物 你到底能不能拆 甚至有一些坟墓要遷移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縣長這個有什麼樣的規劃 當時有回答我們會長 有講說你們道路要拓寬要怎麼樣 還要怎麼做 是 呃 謝謝爾詹議員 其實 我們也有很多無奈的地方 如果 如果 還有機會的話 你可不可以選擇 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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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同的方案之中去选一个比较没有声音的案子 然后也不会说有很大很大的冲击 我想这事前面就不提他了 因为这一次是最接近成功的例子是 行政院最近已经拍板定案 以前的预算只是报到内政部 但是这一次是行政院核定文下来 所以说改变的机会已经是没有了 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好好的去思考 未来怎么把它做得好 那有几个方案 但是这个方案不是报到内政部的案子 就是不是报到内政部的案子 有的建议是说我们地下两层 地上六层 刚好我们那天去看 他会跟南北坑道那边大概快切起 南北坑道那边有一条路 现在有一条路 是不是有机会接到均匀路 这是一个方案 所以说车子我们才会有说 为了未来的成本 变地下一层 楼上也做停车空间 这个是有人建议这样子 但我们规划案不是这样子 这都是未来纳路思考 第二个就是说在我们练武 练武场那一边 那个道路下来是比较窄 左手边还有一个坟墓 上去有坟墓 那右手边那边是斜坡 有没有机会未来用住的方式 把这个路面拓宽一点 把它向外延伸 这个有讨论到 类似这样子的我们都是去思考 看看它怎么去处理 其实当时本席有下说 你就用现有的这个 这个县府的 现有的建物去拆除重建就好 往后面盖一点 还可以衔接到后面的这个 这个住宅区的一个空间 但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接受 所以说现在回头来看 你刚才讲的部分都是 哇好像都补救的措施 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展现出 这个一个县府大楼一个位置 它需要的一个 不管到进场道路或者周边的 整个延伸的开发 变成说很可惜 我认为说很可惜是这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说未来 你可能在规划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点 因为现在离那个南北坑道 或者离山线道路 其实你的建物跟那个还有一段距离 你真的要去把这个情节起来 还要花很大的经费跟功夫 我想这个设计上面其实 只是说将来会做的 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出来 这个对我们整个县政府 好像刚才那地方 就没有它的效益存在 对于整个带动上面 或者周边的环境改善 或者是整个带动这个商业的发展 或者是整个商圈的发展 是有这个 绝对有一个落差在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老师想说 这个未来 现在大家可能要多费点心思 后面要怎么做 因为已经局限了 另外就是 连江山专的BOT案 这个案子很久了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办法 这个能够委外出去 来了很多团队啊 来看连江山专 最主要的是地太小 它的经济规模 符合不了他们的企业 我们找了很多 包括熊师集团 因为那个按照 它的土地面积我们来算 它大概只能最多在 100个房间之内 所以说没有办法 撑起它的经济规模 所以说那时候BOT做不起来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措施 有 那目前呢我们还在寻找 有没有 有人愿意投资在 100个房间之内的厂商 目前有人在看 你看我们神龙山庄 大概七十几个房间 六十几个房间 大概六十几个房间 戴胜通先生就愿意投资 1亿多的预算 做内部的整修 其实像这些我们都在接触 如果小规模有人愿意投资 我们 还会启动招杀 这个部分已经延旦很久了 没错 这个我们既然是发展观光文 立宪的一个地方 应该更需要这个 外来的投资 我想说 是不是投资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标准定的太高 或者什么样 可不可以降低一些标准 让更多的有意愿的人进来 我想来投资都是好事情 跟标准没有关系 标准都可以谈 包括租金啊 那些都可以谈 成租的日期啊 都可以谈 但是最主要 他的大企业家投资 他要求经济规模 最主要还是面积不够 因为我想说这个 是不是条件的关系 当然是我们 因为我不知道了解 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个 你当时设定的一个 一个条件跟目标 我想这个 我们星巴克能够引进起来 也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用比较便宜的租金 让他们可以进驻 这是一个指标嘛 我想如果 让这个 一个BOT案的 有一个连锁的旅馆 或者连锁的这个 商业旅馆的进驻 对于我们这个品牌的提升 也有一定的帮助 没错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还在努力 现在这个地方 要尽快的来处理 另外建售商场的改建案 也很久了 这个地方 本期也提到 因为这个是 过去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商业区 山圈 如何能让它发挥 它应有的一个效用 但现在也没有一个规划 有 谢谢尔战议员 关心 接受商场的改建案 接受商场的改建案 从整个进度来讲 应该逐渐的在实现 我们也做了BOT 也引进了很多的企业体 也来看 但企业体最后呢 都打退堂股 为什么呢 就是祝福的问题 他如果有一个树地给他的话 马上就能承接 因为祝福的问题呢 让他支持 由于不敢进场 但是最近这半年来 我们组成了一个 示范住宅推动委员会 在税局这边呢 也跟每个住户 在做不断的重新沟通 大概有 几乎大部分的住户 都愿意做改建的措施 或新建 抱歉 新建的措施 还有几户的住户呢 有相对的条件在谈 那我们前几个月也开了说明会 在县政府 也有议员参加 那住户庭的要求呢 我们也把它纳入我们的记录 由我们秘书长主持 我觉得共识已经慢慢形成 我们尽量满足住户的需求 那我们最近呢 有公务处这边做一个评估案 就委外做评估 哪一种模式最适合我们的新建 也比较符合住户的意愿 比如说住户体是不是有优先承购权 它在新建期间 它的物品要搬到哪里 是不是我们帮它找到一个地方 类似这样子 我们请委外的一个专业公司 未来做BOT 还是混商组合 还是自我新建 从财务评估里面找出最适方案 然后我们跟住户再谈 然后跟住户谈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场去做我们的商业 谢谢县长 我想说因为我们希望 过去也希望说 台湾的知名品牌能够进驻 是是是 这块土地 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们可以做成商业 整个不管一楼二楼三楼 可以变成一个商圈的模式 对对对对 让更多的产牌的进驻 我想带动整个商业的发展 所以我想 新政府也难得有一块 这样子的土地 能够开发 所以说这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 现在这边能够 这个更周全的去思考一下 什么样是对我们最有利 又可以增加我们整个现任的收入 我想租金的收入 对长期的收入 对我们现任府来说是有益 又可以带动整个商业的发展 带动很多品牌的进驻 是是 这个部分我想说 能够以这个方向 主要的应该要以这个方向为考量 其实住户的部分 我们这个住宅的部分 我是觉得这个可以 可以不要代华 有有有 我们都在协商 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做 所以说我们做 五个方案的财务评 就是在抓这个方向 希望未来这个财务评 能够让我们大家都知道 没有问题 我们还要办说明 好 请做了 谢谢 好 谢谢 另外想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文化处处长 有些上次有请处长 希望处长能够参加 11月8号 这个我们金沙聚落 保存这个修上的会议 到台湾特别跑了一趟 这个部分处长 会议的结论是什么 或者我们未来 文化处需要配合什么样的东西 请主席财政 这个处长 文化处长就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尔章议员 对于这个金沙西面山的这个关注 那那天是由这个洪森汉委员 召集了文资局的副局长 文化处 还有就是金沙的相亲 大概来了十几人 一起来做一个共同的言商 那我这边也特别提出一下 谢谢就是之前的这个会议议员 也编册我们先做了这个保存再发展的计划 所以我们的那一本报告书就 几乎就是整个案子的一个脉络了 那这个资料里面也经过我们跟文资審议委员 大家一起互相的讨论 那采分阶段的方式来做操作 那第一阶段原则上是五户 也在当场受到这个文资局的副局长这边的允诺 愿意给予专案的协助 所以我们在这几天我们就会把文送出去 因为那天其实还有一些细节的讨论 必须要做修正 那送出去了之后 文资局表示会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核定 那么我们也希望接下来进到这个规划设计的阶段 我们这边地方文化处都愿意给予相关协助 那来帮助我们这个一般的民众 能够顺利的取得施工许可 也就是这个建造许可 然后再开始进行后续的一个修复的工作 目前是几户 我们目前它总共是14户 那14户里面其实我们当时做调研 其实有一些已经是到只剩下断圆残壁的状态 那我们就优选出其中的五户 看起来可能连这个就有房屋证明都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就先优先的来做 操作跟做基本的这个规设 那这个基本的规设 那这个基本的规设 也获得文资局这边他们的认可 所以接下来我们后续就会 由文资局做好核定以后 来做后续的这个进程 那我们原始的计划 这14户 现在有5户在实施 然后后续的这些部分呢 是 我们会一起提出去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文资局这边 能够给一个核定 然后再分阶段实施 因为他们那天也明白讲 就是你一下子 14户对他们来讲 也不太可能 所以有这个现实的问题 我想说我们这个计划先核定嘛 那陆续分年度来这个处理 因为你现在实施户 基本上是了解了 可能周边还有一些 当时没有纳进去的部分 是不是我们在这次 在报道文资局之前 能够把它能夾进去 如果要加上那几户的话 恐怕会 就是资料的整理又会更多一点 因为还包含到资料的收集 那那一天的决议 大家是觉得先不结外生枝 先用这一本来送 那如果说 乡亲他们希望 是把那几户并进来 而有所耽搁的话 我们是愿意配合啦 但是我觉得 好像先送 会是比较好的主意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 我们当然这个实施户 是原始的这个计划 我们当然 暴主意没错 但另外的部分说 跟文资局这边 能够商议说 因为还有 当时因为这个 没有纳进去的部分 是 我们另外 另案再请他们 这个能够 后续 如果可以的话 就把这个后续的部分 再补进去 好 那有关于行政 行政技术的部分 我把它留一下伏笔 这样好不好 我想说 后续 我们把这个后续 有扩充的部分 可以再增加进去 按照这个分年度来做 OK 是 它也是要分年度 所以说 只是分几年而已 是了解 这个部分我需要说 这个主场 主场这个地方 能够尽量的 大力的帮忙 因为最主要 这个是乡亲的心愿 我想大家 既然能够 回来投资 回来盖房子 我想都是 对我们地方来说 是好的正向的发展 另外就是 美食八三一的委外案 是 到现在目前是什么 因为好像很久 是 我们美食八三一的委外案 在今年的这个 8月份到9月份 我们就有一个公告 那公告了以后 当时我们有一个说明会 说明会大概就来了 30几个人 非常踊跃 到我们真的进场来做 投标的有三家 那三家 那三家我们也经过了评选 那可是评选的那一天 我们其实有 在地的委员 也有台湾的专业 有过这个 类似经营这样 场域的空间的委员 一起共同来审查 那大家认为在资料的准备 特别是在财务报告的状况上面 没有把它做得很 说明的很清楚 所以就为了求好 我们先暂时就先退回去 就是 等于说是留标 那接下来就 我们又公告了 我们现在又正在公告了 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 请我们文化出这边 来看现场 来做现看 我们都愿意配合 那提出更好的方案 那主要就是希望 因为我们这个案子 是5加4 就是5年加上4年 希望厂商真的 如果绝标 他是真的做下去的 而不是说做了以后 这个经营不下去的一个状态 我想 因为我们会 特别关注 因为政府花了这么多经费 当时也提了这个 我们整个美食计划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如果能够把它好好的利用 我想 这个对我们 这个官方发展来说 是很好 所以我们议员也 非常特别关心这件事情 希望说赶快把它委坏出去 让它发挥它应有的 应该有的一些 不管是住宿 景观 这个历史的呈现上面 能够做得更好 是 了解 希望这个部分 可能赶快 尽快 好 谢谢 好 谢谢 另外就是 请教一下我们厂发处处长 民众跟我们反映 现在大陆的 张鱼龙的部分 都到我们澳口 福澳 福星 这个澳口都已经到岸边了 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 我们政府过去限制 我们张鱼龙的使用 我们运民大概 拉住的运民大概都不用 结果呢 我们让大陆的运民来 来这边的部分 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请指定财士 请这个处长做个答案 好 请处长做个答案 请处长做个答案 好 谢谢尔章议员 关心那个大陆越界 布放张鱼龙的议题 那这个张鱼龙的部分就是 目前我们连江县是禁用 那所以说大概都是大陆 那个越界的渔船来放 那这边是 还是是围把的行为 那所以说就是海巡这边要负责来 就是让大陆的渔船不要越界 那另外我们这边就是针对它 有越界来布放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清除计划 那这个案子确实是也是 執行上也是蛮困难的 那金费我们主要都是跟海委会 还有渔业署这边来争取 那这几年大概執行下来 其实也大概有 也接近了大概快10万公斤 也是确实是一个蛮大的量 但是真的应该是海里面 应该是还还蛮多的 要彻底清楚可能还需要很多的经费 但是我们是希望从源头来根据 就是不要再有越界的那个行为 是 所长 我们现在是限制我们自己的移民 没有限制大陆的移民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讽刺的 既然这个过去喔 这个张一龙的这个施放 这个大概都在这个岸边 大概3000公尺 6000公尺以外 现在怎么搞到这个 这个这么近的地方 连福王码头 你看那个民众都说 福王码头这个周边都有 这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一直要求海巡暗巡 要求这个我们地方政府 对渔业的保护上面 我们是做白做工而已 对不对 这部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跟耳璋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禁止大陆渔船 其实我们这个上次在那个浮马会谈的时候 也有跟大陆那边表达他们 我们越界来这边布放章鱼龙 还有放网子的事情 那大陆那边也有答应说会共同来直保 只是说成效目前看起来是 确实是没有很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布放这个章鱼龙 或是渔网巨的部分 有时候他们的船舶 都是比较小型的那个快艇 所以说造成海巡在追捕上 或是那个驱赶上是比较没有那么便利 那不放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吗 海巡不是说我们这个渔船在外面 它雷达看得到吗 对有 这个雷达看不到吗 有有看得到 但是也跟耳璋议员报告 其实县长早上有讲 其实那个上个礼拜县长 也还特别找了海岸巡的 包括部主任有到县长办公室那边 有了解一下 就是说请他们要加强这块的执法 但是 第一个就是他们受限于他们的船艇的数量 还有人员的数量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还其实不是只有执行这项任务 就是包括有时候一些乡亲的后送 然后海南的那个维护巡护 其实他们任务是蛮多 我想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维护我们海域的安全 对啊 大陆一床都到岸边了 这个安全没有问题 这个确实是 他们有维护到我们海域的安全 对 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部分他们真的是推托支持吧 我想说他们自己要好好的去思考 为什么会到岸边来了 对 有这个我们 都到岸边来了 你还去哪里追 到外海去追 你岸边要先处理好啊 对不对 是 我希望说这个助长这边跟海岸群这边 要密切的去跟他们反应 我想这是要跟中央那边反应 怎么会到岸边呢 这是国安问题啊 是 是不是 我想这个部分好希望这个助长这边 你要真的要好好地处理这一块 另外就是 就是他们步伐以后 应该是马上把这个捞起来 如果有我们有发现 或是有民众提供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对张宇龙这个执行 这个清理张宇龙这个部分 我们执行的怎么样 执行 今年其实是大概这三年来执行最多的 今年的部分我们大概 总经费执行了三百八十几万 那也清除了接近四万五千公斤 那现在还有再继续执行 有就是目前的部分 因为我们中央的计划已经 经费已经执行完 那如果陆续还有发现的话 就是 渔民有收回来的部分 我们是用现普的预算 还是会把它收回来 把他销毁掉 对 这样处长 如果越收越多 表示我们这个真的 这个富裕越来越不利 就是一个 正常来说一开始会多嘛 后面慢慢应该是每年逐年减少 结果这么多年了 还有这么多 越来越多 表示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我们要检讨这个 我们整个 我们维护 我们渔产这个问题 表示我们这个相关单位 都没有做到迎进的责任 所以我们是 准备把它提高层级 到时候请立委 在立法院那边 召开这个相关的检讨会议 我想说这个东西 应该要跟中央去反应 好 算了 请说谢谢 好 谢谢 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